他讲的是经典里面有 我们能相信他 经典没有 他自己想出来 我们不可以相信他 那你再去找这些神通的人 那你就错了 你已经不是佛弟子了 底下一个问题 听说山东省庆云县要建书院 教授传统伦理道德等科目 请问这个学院建成之后 是否能提供现场上网直播教学内容 以达到远程教学的目的 我相信他们可能有这个想法 第十一个问题 弟子的脑中风 看了山西小院后 发行读诵地藏经 已有大半个月了 但病况并无好转 每一次病发都很痛苦 请问老法师 我应该怎么做 半个月的时间太短了 你不要灰心 你要继续努力 如果说半个月就没有效果 我就不念了 等于说是你吃饭 独尊过 吃一碗没饱 不吃了 不是一个道理 不一样 每个人 善根 不一样 业章厚薄 也不一样 功夫前身 也不一样 总要有坚定的信心 才能转自己的业报 底下一个问题 岳父今年77岁 在他病重 不能下床的时候 我们播放佛号 昼夜不断 直到下葬 他老人家有时要跟着念 念气的时候 告诉他 念阿弥陀佛 老人点头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老人断气 三天后火化身体如软 面色如深 面带微笑 这样是福已经往生 晚辈还能做些什么 那么这些瑞相呢 可以证明 他走的时候很安详 没有恐惧 那么照佛经里面的说法呢 他不会多我道 这是肯定 不得我道 不得我道 那至于往生 是不是已经往生 那很难讲 真正要证明往生 是在他临走之前 告诉嘉秦眷属 告诉佛来接应我了 我跟他去了 那是真 那如果临走没有说这个话的时候 都很难讲 这个要知道 下面的十三题 电视报道中 有一位女士 应看到街头很多流浪狗 发心受养 但又因条件有限 所以他帮助这些流浪狗 事实安乐死 他含着泪舍 已经帮助你 帮助了两千多条流浪狗 事实安乐死 现在还继续做 请问这个合法 做法了 妥善吗 是否被赢苦 好像是被赢苦 你要真正的 发善心的 你就不应该去受养他 你受养他的时候 你应当把他送到冬古里 或者有个妥善的地方 你收他来 最后还叫他自杀 他能同意吗 他能接受 他要不接受 那你就杀神 你杀这么多 他要不饶你 你将来还命债 这个事情非常麻烦 要记住 这个佛经理里面讲的 这个因果 这个 杀神 要偿命 欠债要还钱 夜莺果报 是决定不会 虚假的 这是真实的 因果 同三世 所以这个事情 不能做 第十四题 弟子向学府 经常经历奖金 但总觉得 与现实有距离 因为 世间 把追求明文立养的死 看作本死 遇上善云 善知识 真是太难了 总觉得有些怪异 我应该 应该如何 很迷惑 你所想的 所说的 都很正常 一般人 确确实实 是如此 真正能够放下的 我们不讲别人 学佛的人当中 一万人当中 能不能有一两个 正方向 很难找 可是 真正放下了 才得佛法 殊胜利益 所以这个问题 你要把它解释清楚 要多读经 多听经 多听经 你慢慢的 就会明白了 这个慢慢的 可能是好几年 可能是好几十年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底下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 在学佛问答上 听到有一个佛友 提到他患精神病 你建议他 去找心理医生 做深度催眠 请问法师 国内也 哪里有 最好在天津 这个心理医生 做深度催眠 效果好 因为 我与妻子 都有同样的业障 身心异常痛苦 这个 我们所知道的 是在国外 是在美国 那么最近 澳大利亚 有个同学 他到美国加州 找到心理医生 做了几次 深度催眠 效果还都不错 那么我听说 台湾也有 国内 国内我去的很少 也有很少人提到这些事情 台湾虽然我也是十几年没去过了 可是听说 听说台湾有这些医生 他们有处理一些 这些书本 我看过 那么效果是不是 能够跟外国相比 我就不知道了 第十六题 弟子的先生有外遇 以前弟子想 他不回家 我在家里学佛 没人干扰 更好 但是孩子们知道此事之后 心里承受不了 所以如果任其下去 心里一定会受影响 请问是否 劝先生回头 和顺其自然 若为自在学佛 任其下去 这种做法 是否太自私 这个是家务司 中国谚语所说 清官南端家务司 你们个人能够谈判 最好 由自己谈判解决 总要顾全着的 下一代 能够 对于下一代 没有负面的影响 那你们的父母的责任 就尽到了 底下十八个问题 近几年来 小成佛法 不承认大成佛